青藏高原作为亚洲水塔对于亚洲地区一直都非常重要的 可是如今它却沦为全球最脆弱的水塔 只一青藏高原湖泊面积巨增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国的青藏高原由于地球板块的不断起压而形成 平均海拔在4000以上 地势十分陡峭突出 所以有了世界物己之称 又因为青藏高原拥有冰川、洞土、湖泊等地形的分布 水资源非常丰富 水资源总量占全国的五分之一以上 而且亚洲的许多大江大河都是从青藏高原发源 因此青藏高原又被称为亚洲水塔 可以说青藏高原是中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给点 也是维系中国水资源安全的有类保障之一 而青藏高原当然不仅仅对中国那么重要 它在亚洲各国也有着举足亲中的地位 像印度就一直在享受着青藏高原带来的红利 印度只要以农业为主 但是因为自身气候和地形的原因 却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国家之一 这让印度的农作物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所以印度不得不依赖青藏高原冰川融化后的淡水资源 然而如今这个生命之塔却出现失衡状态 虽然中国一直以来都在努力还原青藏高原的本来生态面貌 可是仍然有幸无利 全球变暖现象愈演愈烈 青藏高原也同样遭受到了全球变暖的重创 而且青藏高原还算是一个重灾区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的升温速率 是全球平均升温速率的两倍左右 这让青藏高原的冰川开始加速融化 积雪融化之后便汇入到湖泊当中 使青藏高原的湖泊面积大幅度增加 另外因为气温的上升 青藏高原的冻度也开始融化 水气不断的增加 这样当地的降水量也是有增无减 这也是青藏高原湖泊面积剧增的原因之一 据相关数据显示 截至2018年青藏高原面积大于1平方公里的湖泊 以及由原先的1080个上升至1424个 青藏高原在全球变暖的大环境下 不得已进入了一个严重失衡的状态 青藏高原湖泊面积剧增导致的伤害失衡 让曾经受及庇佑的诸多亚洲国家开始灾害连连 而影响最深的就是我们的邻国印度 连水坝都被冲毁了 在青藏高原冰川加速融化的这个阶段里 妖属印度河这块水域最脆弱不堪了 印度河的水量不断激增 很有可能产生洪涝等灾害 而随着时间流逝 冰川逐渐减少 印度河还有可能面临淡水资源紧缺 甚至枯竭的局面 在此期间位于青藏高原南部的印度 便会受到最为严重的影响 在2021年印度便出场到了苦头 印度北部的一块冰川突然间断裂崩塌 不仅触发了雪崩和泥石流 还直接导致了旁边河流的水量激增 出现了非常罕见的山洪 这场意想不到的灾难 让印度失去了耗费巨子所建造的阿坎德邦大坝 无处的农田和村庄被洪水淹没 更有数百人的伤亡 然而祸不担心 在印度还没从山洪的惊险中震惊下来时 由于冰川崩塌导致的一系列 冰霸燕塞湖又时时刻刻威胁着民众们的安全 此外 本来因为青藏高原阻挡住了印度的暖石气流 所以印度降雨比较困难 但是如今青藏高原的水汽一直在不断增加 这些水汽还会随着季风 到达印度给印度带来降水 可这样的降水却不会适可而止 连续的强降雨会让印度严重积水 继而出现洪涝和山体滑坡等灾害 各种影响都已经让印度民众陷入了被灾害围困的绝境 而且按照全球变暖的趋势发展下去 未来在印度发生这类灾害的频率只会越来越高 就算冰川加速融化 可以在短时间内给印度带来大量的淡水资源 但是这只是在浪费宝贵的淡水资源 甚至到了未来印度的淡水资源将会陷入瓶颈状态 如今的淡水资源激增对印度来说绝不是一个好消息 青藏高原湖泊面积聚增带来的影响 已经让印度尝尽了苦头 那么对我们中国来说又会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呢 青藏高原作为我国长江黄河等重要江河的发源地 对于中国和流水系的行程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今青藏高原的冰川不断融化 湖泊数量一直增加 降水量已持续变多 这其实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 其实在青藏高原失衡之后 中国西北地区的降雨量也开始增加 甚至连常年干旱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都出现了罕见的洪水 这其实也是可以间接证明青藏高原的失衡 对当地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 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形成了更多的绿洲带 有助于我国治理沙漠 可是这些小优点却完全会被青藏高原失衡的缺点所掩盖 可以说中国也是青藏高原失衡的一个受害者 首先青藏高原湖泊面积增加 淹没了大量周边土地 导致很多肥沃的土地没办法物尽其用 也影响了高原上生物的栖息 另外本来青藏高原的湖泊大多都是咸水湖 而冰川融化和降雨所带来的大量淡水资源流入到咸水湖中 就会导致湖泊的含盐量降低 使得湖内的生态体系遭到破坏 在湖里的生物也会因此遭到死亡威胁 此外青藏高原冰川加速融化和降水增加 也会对下游的水量产生直接影响 甚至出现决堤、洪浪、冰川崩塌这种危险现象 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得不到保障 最后这还会影响到青藏铁路的安全 我们知道以前西藏最大的问题便是交通不发的 而青藏铁路的建成彻底解决了这个困难 让西藏与中国其他地区有了更密切的联系 在修建青藏铁路时 我国也是克服重重困难 其中冻土层就是一大难关 工人们在冻土层上直接打了桩 青藏铁路才得以完工 然而全球变暖让冻土层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松软 这让当时的桩机也开始变得不那么牢固 很难保证在未来不会影响到青藏铁路的行车安全 基于此我国已经开始大力解决这些工程方面的问题 但是都治标不治本 我们最需要解决的是全球变暖问题 如果全球变暖现象得不到缓解 那么做再多也是白费功夫 但应对气候变化只靠我们中国的努力是不够的 希望全球能够团结以心 共同为地球的生态保护 携手并进吧